在大多数游戏中生命也就代表着生存 而伤害则代表着攻击 两者并不互通 但在原神中有这么几名角色 只要是堆生命就能打出高额伤害 先拿珊瑚攻星海举例 看技能介绍就知道 你只需要如脑堆生命 就能有着不错的收益 而星海又有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天赋 直接就把后路给堵死了 夜兰身为游戏中的顶级腐杀 其能力也被大多数玩家所熟知 而他自身的机制也完全和生命关头 用一句俗话来说 就是又肉又有输出 纳维莱特属于龙王的出现 让其他主C都避之锋芒 而这么强劲的角色也和生命挂钩 和夜兰一样 他的元素斩计和元素忘发 都是在生命的基础上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 在对生命的同时 血量也能达到恐怖的高度 弗宁娜 这也是一位依靠生命的强力角色 因为他的伤害主要是来源元素斩计中的召唤物 而他的伤害高低又近于生命值 而且你再看他的天赋 基本上都是这种 当提高生命值就能提高伤害 或者在达到相应的命座后 提升血量等等 当然啦 除了以上这几位角色 在游戏中还有 比如伊鲁夫桃 灵人等等 但纵观整个游戏 真正能做到全生命攻击的 好像都是水元素 而且这几位角色 都是大神阵容当中的必电角色